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已从555万增长到1168万 约占自治区总人口的46.8% 是40年前人口的2.1倍 如果蓬佩奥所言是真的 何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大幅增长 反观美国 美国国内少数族裔 饱受欺凌排斥 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 是白人的五倍多 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 出现美国的种族不平等 近期 美国非洲裔男子 弗洛伊德之舍 以及引发的大规模抗疫活动 再次充分暴露出 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 已经使少数族裔 到了不能呼吸的程度 我们奉劝蓬佩奥等美国政客 摘下有色眼镜 摒弃双重标准 正是美国自身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多把时间和精力 花在本国人权状况上 立即停止利用所谓新疆问题 造谣抹黑中国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